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谢谢罗恩牧师 罗恩牧师是安德鲁大学负责宗教事务的校长助理 很高兴他今晚能与乐队一同光临 今天上午大家要是在场就好了 道格牧师讲了马可福音第二章一个奇妙的故事耶稣医好瘫痪的病人上帝赐给咱们的讲道人特别的能力让他从这个古老的故事中挖掘出如此丰富的宝贵教训相信在场的听众都受益匪浅他已经回到了这里好马上开始回答观众的提问 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刀格牧师最奇妙的圣经预言主讲人 谢谢晚上好 欢迎回来刀格牧师 谢谢你的邀请 这个问题是刚交上来的准备这是有人刚刚问的为什么刀格牧师你的脸为什么你的脸上多了一层前所未有的光彩 我以为他会说为什么我的脸没印在美元上真没想到他会问这个 我猜他这么讲是为了给我机会让我介绍一下巴奇勒夫人 你在哪儿 在那儿 凯伦上来吧亲爱的 让大家见见你 女士们先生们热烈欢迎凯伦巴奇勒 非常感谢凯伦的到来 他十年前就陪我来过这里 我们的两个最小的孩子也来了 现在应该在儿童班 我们让他俩穿戴整齐来听爸爸讲道 被拒绝了 明天 好 明天 尽量明天或者后天大家会见到他们 谢谢亲爱的 很高兴你在这 欢迎凯伦 欢迎你的到来 非常感谢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敬重一下 咱俩都很荣幸娶了叫凯伦的妻子 圣经里也有这个名字 凯伦的名字在圣经里 是啊 不知道吗 约伯的女儿们有一个叫凯伦哈普 凯伦哈普 拆查约伯记 我要在家里用这个名字了 我很喜欢 道格也在圣经里 道格在圣经里 道合格 是啊 没错 道合格 我读过你的故事 你在一个奇妙的预言中出现过 没错 好了 开始吧 我再回想道格牧师讲到的内容 他用了许多恰当的经文 证明我们直到耶稣在临的时候才会去天堂 但是耶稣本人却对与他同定十字架的一个人 那个强盗说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耶稣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说的是挪威版经文的意思 这是读挪威文圣经的朋友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如果罪人要等到耶稣再临的时候才会复活 耶稣又怎能在那天就和他一同在天堂呢 问得不错 有许多人一想到何时升天的次序 就想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耶稣对强盗很可能是右边的强盗说 我实在告诉你 豆豪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解释这节经文其实很简单 大家要知道希腊原文的圣经本来没有标点 而标点符号放在不同的位置会是含义大相径庭 经文本身的意义当然是上帝末世的 但翻译者按个人理解把原文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时 在那里加了个逗号 听起来像人死后立刻去天堂 那正是中古黑暗时期的教义 其实应译成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逗号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意思是今天我告诉你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道个牧师你怎么知道 当耶稣在周日清晨从死里复活后 玛利亚想抱住他的脚 他却说不要抱住我 雅各王板是不要摸我 但应以为不要抱住我 就是说不要抱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如果耶稣周五下午已经死去 并与强盗同在天堂 周日早晨他又怎能说自己还没升上去见天父呢 我听过一个故事 以前没有电话或电子邮件 用电报 有位非常富有的纽约商人 他的妻子正在巴黎购物 妻子给他发了份电报说 我看中一款貂皮或胡皮大衣 很想买下来 价格是两千美金 他很快回了电报 电文是不太贵 于是他买了 也许妻子是故意这样理解的吧 无从查证 妻子乘船回家 丈夫在码头等着接他 看见他穿着那件非常奢华的貂皮大衣 拥抱之后 丈夫问 你怎么买了这件大衣 妻子说你告诉我不太贵呀 丈夫说我是说不太贵 电报按字符收费 删掉逗号后 电文含义截然相反 翻译时把标点放在正确位置才能符合原文的含义 太棒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预言研讨班 我生长在天主教家庭 想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我们全家的救恩有保障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真的发自肺腑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 你要为你所爱的家人做的就是自己扎牢根基 当你在真理里面与耶稣的关系越牢固就越能在生活中更好的显现出来 然后就可以和家人分享了 还有为家人不住的祷告 寻求恩典和智慧去和他们分享真理 以前我刚学到正与各位分享的这些知识的时候便直接灌输给家人 没用任何技巧结果把他们吓坏了 所以要先祷告 求智慧 求技巧 求基督的样式 向家人逐步展示这些知识让他们可以消化 可以看到基督在你里面因而也想拥有 只要你得到了主里面的喜乐大家都想快乐 就会向你学习 为什么你总跳跃式引用经文却不根据上下文来解释 说到上下文 我引用的各处经文并不与相关背景抵触 但因为在这样的讲座里每个教义都要用许多经文来证明 圣经以赛亚书写道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纵向贯穿横向对应 经文与经文相比较去以经解经 这是研读圣经的方法 至少凭两三个人的口座见证是最低要求 所以要引用不同地方的许多处经文来讲解并支持某一个教义 就像是拼图游戏 需要有全景图 启示录六章 那在祭坛底下喊冤 呼求伸张正义的灵魂他们是谁 喊冤的人是谁 圣经的启示录中写道 这些在坛下的人正在哭喊 主啊还要等到几时 他们在呼求伸张公义 有人就说这不很明显吧 这些人在天堂里并且有意识 仔细想想这些是得救的人 上帝会让他所拯救的人这样痛苦的呼喊吗 那样快乐吗 当然不 仔细读一下启示录六章的这节经文 这些人十分痛苦 事实上这是个无罪辩护的比喻 呼求主公义的审判 还有个例子 创世纪四章 该演杀了亚伯之后 上帝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血细胞真的会哀告吗 那只是象征 象征着呼求申冤 你似乎把所有魂游向外的经历都视为假的 那保罗或在身外怎么解释 我说的魂游向外是指自称在手术台上死过的人 不是指经历异象 保罗 但以理 约翰都见过异象 保罗说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 其实没说是他本人 只说我认得一个人 但多数学者相信是他本人 他们是被圣灵感动身体并没有死 只是被感动而见异象 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与正在濒临死亡的人讲话 我相信他能 人与上帝交流可以通过梦境 不是非得经历死亡 绝不是说我们的梦会成为圣经真理去左右教义 但上帝可能会借梦境提醒你用你的母语 刚开始学圣经我还住在山洞 耶稣再临的信心让我十分激动 我做了个梦 梦到耶稣驾云降临 开着一辆碰碰车 大家想想就会明白 这梦只是我自己年轻时才会做的 因为当时总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在嘉年华开着碰碰车尽情狂欢 这是我当时最大的快乐 我梦见耶稣开着碰碰车来 这不可能是事实 我不想就此讲偏道 其实我已经讲了 加油吧牧师 好了 昨晚那一刻很沉重 你讲到你带我们深入研究了圣经预言 这是个关于昨晚那刻的问题 有人可能昨晚没听到 如果教皇权是敌基督 教皇本人认识到这一点没有 他知道自己手中的权力会导致世界末日吗 继续研究这些课题会发现 预言告诉我们这个敌基督权是在末日事件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就个人观点 我不认为天主教的主要领导人会意识到这些事情 他们中许多人非常真诚怀着美好的宗旨 查看问题时我和德怀特牧师在讨论 我们相信天国里会有一些罗马主教和许多天主教的信徒 我们讲的是从圣经而来的一种教义体系 正如旧约中北国也有许多上帝的子民 很多北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以利亚和以丽莎都来自北国 一会就要讲到这位先知 只是众百姓作为国家以随从异教拜偶像了 中古黑暗时期也是这样 谢谢牧师 我们明晚继续 谢谢德怀特牧师 今天晚上学习的主题就是以利亚归来 这也是经上最奇妙的预言之一 还是先讲一个与主题相关的奇妙的小故事 约旦河的故事 我有幸去过上帝的应许之地几次 至少是应许给古时候的子民的以色列地 这对我尤为重要 我不仅是基督徒 而且还有犹太血统 这让我很激动 我坦白讲第一次见到约旦河有些失望 因为想象中全是伟大的历史歌曲中的恢弘画面 所以以为这条河会像亚马逊或密西西比河一样宽阔 谁知人静地把石头扔到对岸 只是条小河 但它是圣经地图中一道最独特的风景线 从黎巴嫩山海拔几千英尺处高地发源一泄千里至海平面下一千三百英尺 约旦河中有地球海拔的最低点 他还是分隔上帝应许之地与茫茫旷野的边界线 渡过他选民就进入了应许之地 在他的水里乃曼将军洗了七次 大麻疯病痊愈了 他还是先知以利啊 行了很多神迹的地方 现在要学习今晚的第一段经文 这段奇妙的经文是旧约中最后一道预言 我们一起打开马拉基书第四章 我来读一下经文 马拉基书四章应该已经在屏幕上了 看哪 耶和华大尔可谓之日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看哪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这是一道非常奇妙的预言 耶稣传道之初 宗教领袖们来问他 你是以利亚吗 他们知道以利亚要回来 但以为是投胎转世 要想真正明白其中的含义 得先看看以利亚的一生 这位上帝最伟大的先知之一 他祷告后三年半不下雨 上帝以神奇的方式让乌鸦来喂养他 还有一次他祷告火从天而降 烧光了他所现的祭物 当时本是晴空万里 经上记载他祷告了七次 随后暴雨骤灵 另一次他祷告火从天降 烧死了来抓他的士兵 这种情形发生了两次 第三次来的军兵哀求他 于是他说 好吧 我跟你们走 上帝大有能力的先知使君王站立 以利亚一定会再来 是不是投胎转世 要理解以利亚归来的真正意义 还要回忆一下第一个拥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以利亚离开西奈山后就去了旷野 主告诉他要呼召拣选一位徒弟 他的名字很像以利亚 他叫以利沙 以利亚的含义是我的上帝 发音是埃罗西摩 上帝是耶和华 以利沙这个名字含义是上帝是救主 一个是以利亚 上帝是耶和华 另一个是以利沙 上帝是救主 有点像耶稣的名字 以利亚将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 以利沙本是富有农户的儿子 但他放弃了一切跟随以利亚 与最伟大的先知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以利亚升天 他们俩都曾行神迹 分开河水渡过约旦河 他们穿过约旦河 从干河的河中走到对岸 怎样让河水分开的 用以利亚的外衣击打水面 这外衣象征着基督的义 是什么就我们渡过死亡基督的义袍对吧 约旦河在圣经中预表着死亡和埋葬 人们在约旦河中受禁礼 以色列儿女出离埃及 要从旷野到达应许之地 必须先渡约旦河 大多数人要去天国 也必须先过约旦河 人恐怕都要死 约旦河预表死亡 对了 这是世界上地势最低的河流入死海 人们要过约旦河象征着死亡 以利亚以自己的外袍击打水面 后来以利沙用的也是这件袍子 河水奇迹般的分开 他们就进入干河而洁净的河床走到对岸 以利亚马上要去天国了 以利沙 在她离开之前 恳求说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 上帝回应了她的祈求 以赐给以利亚的圣灵加倍地感动以利沙 以利沙也是在约旦河流与传道 记得那个故事吗 她祷告沉入河中的斧头就浮出河面 现在咱们要快速穿越到八百年后 老祭司撒加利亚正在圣殿的香坛前事工天使显现 这位天使加百列告诉他你要得一个儿子 像亚伯拉罕和撒拉那样 这对夫妇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 也要在年纪老迈时因着神迹老来得子 经上说他必要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 因此现在我们开始找到了谁是拥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那一位 不是再成肉身 千万别以为以利亚会投胎转世为人 是施洗约翰将要拥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有人奇怪 宗教领袖问约翰你是以利亚吗 他说不是 但他们问的是你是以利亚在世吗 问题本身就错了 不 他不是 没有转世轮回 但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还有感动以利沙的圣灵加倍的感动 那是奋心与改革的灵还有现身精神 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后面接着预言道 他必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这是今晚学习的最重要的部分 要预备上帝的子民平安迎见 基督再临 耶稣曾经语出惊人 经上记载过的所有伟大的先知中 唯有对约翰 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 哇 不是摩西 亚伯拉罕 以利亚 耶稣说是施洗约翰 原因之一就是施洗约翰肩负着最伟大的使命 他是弥赛亚出场的主持人 向世界介绍弥赛亚的到来 在长达几千年的献祭制度之后 他宣告说 看他来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施洗约翰还有幸给耶稣施洗 见他被圣灵所高 从此开始福音工作 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 因为他的工作如此重要 这里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奇妙的小故事 2004年在约旦河岸发现一个山洞 一位英国考古学家宣称 这里曾是施洗约翰住过的地方 在洞里他们看到一个可以给人施洗的水池 文物鉴定结果显示的确是施洗约翰时期 而且墙上还有一些图像 上面有个大胡子 据说就是施洗约翰 经上说他行为举止比较古怪 他穿驼毛树皮带就像以利亚 大多数考古学家对此还半信半疑 只能说是个有争议的发现 不过听听也挺有趣 耶稣说你们想知道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或以利亚在世 告诉你们他不是以利亚投胎转世 以利亚现在在天上 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耶稣说你们若肯领受他 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不仅仅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十七章也有 耶稣说了两次 耶稣回应对他们说 这是第十一至十三节 以利亚将要来 别漏掉这里 他说以利亚将要先来将来使太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他 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这里说到主在临之前会有另外一次以利亚归来 另一位或一些有着以利亚的心智能力的人会来 正如施洗约翰为耶稣第一次来做预备 耶稣在临前还会有以利亚的信息来预备世界 阿们 希望我们都能列身其中 这里的同工德怀特牧师和分享三天使信息的传道人 施洗约翰的哪些作风像以利亚 又要追溯历史了 回想一下 在以利亚时代旧约时期 那个邪恶的王后耶稀别 图谋迫害 先知三年半知久 相似的施洗约翰在基督的时代从事圣工 耶稣传道期间狠毒的王后西罗底让人砍下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 这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生活在旷野 以利亚也逃到了旷野 他们都训练门徒在约旦河流域做工 谈到施洗约翰和他伟大的工作 按照耶稣所讲的工作的重要性 施洗约翰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或者说他与使徒约翰的区别何在 他是施洗的 施洗者做什么 给人施洗 约翰为耶稣施洗 洗礼一定很重要 所以要仔细研究这个主题 因为当基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充满 并从此开始传道生涯 上帝曾让以色列全国的人受洗 知道那件事吗 哥林多前书十章 经上说以色列全国的人都从红海中经过 在海里受了洗 后来受到云柱与火柱的保护 他们受了水和圣灵的洗 整个国家都是 然后主说 我们必须要从水和圣灵重生 要仔细研究 得明白这里的重要性 第一题 这道预言正好引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为什么说约翰的施洗之功非常重要 答案 马可福音最后一章 耶稣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注意经上不是说没有受洗的必被定罪 因为人得救并非因受洗 得救只因信耶稣 但注意主是怎样着重强调的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他把二者放在一起 还有约翰福音三章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现在有人说 从水生就是指人出生前在母腹中的羊水里 所以人出生都要从水中而出 然后再从圣灵出生 不过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讲的是禁礼 为什么这么说 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座各位有多少人是由女人所生的呢 耶稣要是要求由母亲所生 岂不是多此一问吗 所以当他说从水生的时候 是指人选择洗礼的仪式 圣灵的洗礼由上帝决定 我们的世界在经历了挪亚时代洪水的洗礼之后 曾经焕然以新 同样当基督再来时经历了火的洗礼之后 也会有一个新天新地 想要拥有崭新的身体 就必须从水和圣灵而生 像这个世界一样 耶稣在世留下的最后教训 基督徒应当特别遵行 他复活升天之前说什么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去教训并且施洗这对耶稣非常重要 同样也是我们应该校学的 基督做工前先受洗 他的子民也当如此 有人说如果洗礼很重要 天国里有很多人没受过洗 旧约中的人怎么办 这是事实 但这的的确确是基督定下的一种仪式 我们既然生活在新约时代就应当遵行 你可能会想 十字架上的强盗又怎么解释呢 他接受了耶稣 主说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他没受洗又如何得救呢 显然这只是种象征不是必要条件 不过若人有条件受洗就应当受洗 强盗没有条件 我会定期拜访医院遇到在病床上濒临死亡的人 无论何时我都会竭尽全力去引导尚未决定接受基督的人 有些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接受了耶稣 有位垂危的艾滋病患者 完全靠医院里各样的管子和设备维系着生命 他求耶稣进入他的心里 我们一起祷告 希望将来能在天国相遇 他根本无法受洗 还有些监狱里死求蛆的犯人 主也会赦免他们愿意悔改的罪 即使是谋杀罪 那不是不可赦免之罪 只要接受耶稣请求他赦罪的恩 但在监狱因为安全问题不允许施洗 难道禁礼会是他们得救的障碍吗 可他们如何确认得了赦免呢 耶稣为什么要受洗 是为洗去他自己的罪吗 不 基督受洗有几个原因 其一是为你我做榜样 一会就会谈的 耶稣受洗还为了给 给那些没有条件受洗的人一个保证 基督之死是为他自己还是你我的罪 是为我们 所以耶稣的禁礼正是传道之工开始的就职典礼 而且他还是榜样不仅是榜样 基督受洗并非为自己 他为阴在十字架上并床上或狱中而无法受洗的人提供了救恩的保证 但若明明有条件受洗却聚而不洗 就是对耶稣的命令置若罔闻 阿们 这是信徒首先当做的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就应该去做 第三题 当今有很多种不同的宗教仪式被称为洗礼 有没有哪一种是可以接受的呢 真诚可慕的人必须要按圣经的方式接受洗礼吗 有许多教会都教导 水的洗礼只是象征 最关键的是圣灵之洗 不是非得受水洗之力 还有人说可以用油施洗 就像是被油膏 他们泼油行礼 有人教导用盐洗 还有用玫瑰花瓣 有的洗礼要三次入水 一位圣父 二位圣子 三位圣灵 当今的时代各样洗礼层出不穷 刚才说的玫瑰花瓣真让我大开眼界 还有点水里泼水里甚至有些传道人竟然说可以通过电话实洗 打个电话或摸摸电视就行 这就是咱们说的干洗 这些方法有没有效 或者全有效吗 耶稣怎么说 以福所书四章五节 有 请和我一起说 一主一信一洗 只有一种洗礼 受洗归入同一个真理 同一位基督 圣经只教导了一种施洗方法 经上描述了一种洗礼一种形式 洗礼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从希腊文八部提祖而来 意思是快速进入 沉入水中 人必须完全埋葬于水墓 这个词常出现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 圣经中也出现了八部提祖 布料加工厂染布时用这个词 用棍子把布料进入染料池 渗透面料的每个纤维 这叫八部提祖 同一个词 要完全进入染料 这个词的含义 没任何争议 即使还不清楚 作为基督徒或耶稣的追随者 只要按耶稣所做的去做就永远安全 耶稣是怎么做的 他怎么受洗的 这是下一个问题 只要跟着他的脚踪就不会错 马可福音一章九节 经上说 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 他先进入了河中再从水里上来 还有读下马太福音三章一节 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 在犹太的旷野传道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如果点水或泼水就行了 耶稣还需要到河里吗 事实上福音书中的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 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哀嫩也施洗 因为那里为什么水多 为什么选那里 是为了方便灌湖水给人行点水里吗 不 因为那里水多 所以人们可以到河里受洗 经上描述非常清楚 每个受洗的人都要进入水中 预表着完全埋葬在水墓 有人会想刀哥牧师真有那么重要吗 不过是个象征 那的确是象征 但是象征重不重要 我有些失望 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讲道人 有一次收听他的广播 他说反正只是象征符号 所以出去吃汉堡包和可乐 也可以行圣餐礼 圣经说只能用无酵饼和未发酵的葡萄汁 但这位牧师说没关系 那只是象征 用巨无霸和可口可乐 作为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象征 汉堡包怎能预表基督的身体 恐怕你吃的汉堡越多就越不像基督了 无法想象人们怎能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真的很失望 那是亵渎 应该持守基督留给我们的象征 听上帝的话 他是上帝 他表里如一 第五题 门徒或使徒们是不是已经改了施洗的方式 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刚从耶路撒冷敬拜归来 接受了耶稣后 肥利为他施洗 怎样施洗的 经上说肥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 肥利就给他施洗 接着第三十九节说 从水里上来 主的灵把肥利提了去 经上施洗的方式是不是很清楚 有很多例子 他们先下到水里 接着再从水中上来 预表着彻底的洁净 很可能施洗约翰与埃塞尼派信徒是好朋友 埃塞尼派信仰团体非常虔诚严谨 居住在死海附近 考古学家挖掘出他们的聚集区 中心区域就有供人全身进入的洗礼池 相信大家都明白当时特别是在沙漠地区水资源非常珍贵 应该能省则省对吧 但即使在沙漠人们也说不行要进入这是规矩 第六题 是谁引入了这么多种非圣经教导的实习方法 并且如此广而流行 我想大家心里都在思考 马太福音十五章九节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很多种洗礼方式不过是人的吩咐 马可福音七章八节 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 居守人的遗传 基督告诉我们要持守上帝的诫命 请说阿门 请说非常感谢 还有个例子到了第一世纪 这是腓立比出土的公元一世纪的一个教会 教会当中是什么 教会正当中是一个洗礼池 实际上从那时从基督教时代开始到之后的一千多年 人们一直都是行进入式洗礼 这是个罗马的教会 整个建筑围着一个洗礼池 不是为洒水 是为了进入水中 读一下历史书籍很容易发现真相 稍作研究就能弄明白正确的方式是禁礼 一直到公元1311年的拉文纳会议 点水礼和泼水礼才被官方批准 与禁礼同样成为有效的洗礼形式 后来又有圣经学者迪安斯坦利在基督教机构提出 在最初的十三个世纪几乎各处都在用禁礼 就是我们在新约圣经中读到的也是受洗一词的真正含义 受洗的人就是要进入淹没完全的沉浸于水中 但随时间流逝渐渐变了 道格姆斯你是说 现在上万或是几万的听众 包括听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转播的人 也许有人只受了点水礼 甚至是婴儿时的点水礼 我的洗礼可能是无效的 我可深爱着主 而且相信自己受了洗 上帝洞察人心 他知道你的真诚 耶稣出生不久也曾在圣殿接受了献身礼 父母为你献婴儿洗也是真心把你献给主 但耶稣在三十岁时自己选择了受洗 你也必须做出选择 这会帮我们更容易理解第七题 人若要受洗必须做什么准备 有哪些标准呢 怎样为受洗预备 首先第一点 我们必须理解耶稣的教导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给他们施洗 所以有些教导和知识在受洗之前 一定要非常认真的领会 第二点 不仅要认识真理 还要接受和相信耶稣的全部教导 耶稣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当然包括遵守上帝的诫命 对吗 要知道主想让我们做什么 他的诫命是什么 第三点 愿意悔改的心 使徒行传二章 他们说 彼得我们当怎样行 他说要悔改受洗 悔改就是为罪痛心并离弃罪的意思 明白了吗 第四点 还是那位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受洗的时候 你若是一心相信 这应该是完全的交托 受洗是非常严肃的事 第五点 愿意转离罪恶的心 前面已经谈过罗马书六章五至六节 按这些标准就是经上提到的受洗之前应当做的预备 婴儿受洗合适吗 婴儿可以为罪悔改吗 可以给婴儿讲上帝的诫命吗 婴儿能够全心全意的相信并接受救赎计划吗 不 把新生儿献给主没问题 但这不叫洗礼 还有一点 如果按圣经教导为婴儿施洗 把婴儿进入水里不安全吧 听说婴儿学游泳很快 天生就能控制好呼吸 但是不要不能不能在家里试 我总是担心到处都是律师啊 还是别乱事为妙 加拉太书一章八节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总会有很多假的信息 假的教导在我们身边 但那不是出自圣经 读到或听到什么符合圣经才是安全的 阿门 朋友们 施洗为什么这么重要 第八题 施洗象征着什么 有一层预表的含义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说 我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 那是埋葬所预表的一层含义 过去的时代 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垃圾坑 在农场 父母常要孩子们挖坑把垃圾埋上 凡不能烧动物也不吃的就埋了 谁还记得每个农场都有自己的小垃圾坑的时代 要尽量减少垃圾 只要告诉十几岁的男孩或女孩把垃圾拿出去埋掉 他们就会在野外挖个坑把垃圾埋进去 如果只撒些土在表面 那叫埋吗 参加葬礼时 人们象征性的往棺材上撒些土 但是之后会有工人完成埋葬的工作 是吧 象征性的撒土不是结束 棺木还没埋好 埋葬就是要盖好 表面看不出来 水葬也如此 意思是完完全全的遮盖住视线 还有罗马书六章四节 洗礼预表着死亡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在这点上我想多说几句 有人跟我说 刀哥牧师 我认识到了受洗很重要 也相信上帝希望我受洗 我还有些坏习惯 但只要我受了洗就可以戒掉酒饮 戒掉毒饮 戒掉烟饮等等 你知道吗 很可能许多牧师都愿意给还没有决心过新生活的人施洗 可我不这样 我认为人要先放弃这些东西 然后才能受洗 圣经把施洗比做婚姻稍后就会讲到 让我问在座的女士们一个问题 如果有个年轻人向你求婚 咱们在校园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他对你说 请嫁给我吧 但我要在办完婚礼之后 才会停止和其他女生约会 你们有谁会接受这样的求婚 有人吗 你恐怕会说 不不不 除非你停止与其他人约会 否则我不会考虑嫁给你 大家赞同这种回答吗 受洗代表的是 你从魔鬼那里转回 从罪里被释放出来 要过全新的生活 洗礼并不能帮人戒烟或戒酒 牧师提前实洗 其实是伤害 大家的心意本是好的 或者他们相信受洗的水里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能帮助受洗者胜过恶习 不 受洗之前要先胜过恶习 人们到施洗约翰面前要求受洗 他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衬 悔改了再受洗 悔改意味着生命的彻底变革 约翰给人们提供了许多细节 要先有得胜的过程 继续往后看 罗马书六章五节 洗礼预表着死亡 埋葬 还有赞美上帝 不仅是埋葬 还有复活 你是个新生命 正如婴儿离开水开始第一次呼吸 受洗也像出生的过程 是一种重生 当人出离水面 开始呼吸 预表着新生命的开始 预表复活 你重新被造一切就罪已葬在水中 这是个美好的仪式 但这仅仅是一个仪式 我去以色列时从约旦河装了些水带回来 那是二十年前了 至今还剩着半瓶 我曾在新墨西哥州特别行政保留区的一个教会当牧师 那里的老朋友们亚埃塔 他们在纳瓦霍祖领地 一次 我把一些约旦河水倒进受洗池 突然间大家都想受洗了 然后好多人找我 我当时的想法挺天真 能在耶稣受过洗的水里受洗也不错嘛 可人们想得更远 一只嚷 给我点 把水倒在手里 再抹到脸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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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水 HRO 甚至可能不太干净 约旦河不是净水河 是条泥河 洗礼预表着死亡埋葬还有复活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要在受洗之前把旧我定死在十字架上 放弃旧的本性 再也不在罪中生活 刚开始学到这些真理的时候 牧师在做我的工作 我还在吸烟 那是个很难改的恶习 放弃毒品和戒酒我都做到了 可戒烟有些困难 但我想先受洗 牧师说不行 叨个弟兄 他说你必须先戒烟才行 小女孩 瑞奇和牧师在我的小皮卡车里 烟河就在仪表盘下面 我看着牧师说 上帝知道我的心我爱主 不是说入口的不能误会人吗 我跟牧师争辩的时候 小瑞奇把烟河拿起来摇着玩 我没看见 烟一根根掉出来 牧师说他在看着你做什么 不为别的 为了孩子们也该开始新生活 我终于认错了 牧师说 受洗代表新生 上帝不希望他的新生而吸烟 大家设想一下 你见到一群人 他们说赞美主 我今天受洗了 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代表耶稣呢 我们是婴儿 在基督里是新的生命 纯洁无瑕 按我的理解 婴儿周围的羊水会不断的进化 这预表着新生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带基督了 就像是穿上基督的衣袍 又像是一场婚礼 结婚仪式 仪式很重要 但新人不是因婚礼而相爱 女士们 我喜欢问女士 因为她们总是不加思索就回答 先生们还得想想 如果有位男士对你说 只要你嫁给我 我就一定会爱上你 你会接受吗 是否该要求他先爱你再说 仪式是对公众宣告彼此已经确认了的承诺 是这样吧 诗习的水里并没有让人心想事成的魔力 但仪式也重要 仪式上也的确有事情发生 就是在天国注册 可一定要承诺在先 仪式是在承诺之后 第九题 是否要在人确定不会在犯罪之后才能受洗呢 这是又一个极端 有人一再推迟受洗 刀个墓时我怕受洗后再做错事 等我毫无瑕疵再说吧 你会等到完完全全了解恋人后才结婚吗 或等到你认为对方完美了 有谁是在婚后才对办理更加了解的 我想凯伦应该举手 举得高高的 刚结婚时我写了首诗给他 我不会在这背的 当时想我能向他承诺什么 只能对他保证我不会乏味 这就是我写的诗 而且我遵守了诺言 格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只要你愿意放弃生命中一切的羁绊就可以来到主面前 不是非得等到完全无罪了才能受洗 但要放弃一切成瘾行为 若有烟瘾 酒瘾或毒瘾这类问题 或其他不正当的行为 就要把这些都抛开 这样你是在往前走 前面有一条小径 你可以与基督相伴同行 也许撒旦会在路上扔香蕉皮 不要灰心摔到了爬起来继续走 阿门 既不能等自我感觉完美了才受洗 但同时若仍被撒旦捆绑 就先别受洗 能明白二者的平衡吗 以福所书五章二十五节 洗礼与婚姻相比较 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洗礼是公开的 通常在公开的场合进行 约翰在河边当众为耶稣实习 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不要为把自己交托给基督而羞愧 女士们提问 有个男士来对你说 是的我很愿意娶你 但没必要让别人知道 要不要告诉别人你结婚了 当然有特殊情况 有些国家仍然压迫基督徒 他们不得不偷偷地进行内部洗礼 因为政府法律不允许 南亚次大陆的某些国家或特别区域 全是印度教信徒或穆斯林 基督徒处境很艰难 只能秘密施洗 否则会引起动荡 人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第十题 对悔改了的罪人 为什么受洗是非常迫切的事 保罗的见证 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 亚纳尼亚对保罗说 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 洗去你的罪 洗礼象征着洗去我们的罪 我们要不要洗净自己的罪恶 罪的记录留在水里 施洗前我都要先祷告 我告诉受理者 你要明白受洗时 不一定有全身过电的感觉 但基督应许受洗之后 当您从水中出来 一切过犯和罪孽 就都成为过眼云烟 你是无罪的 即使滑倒摔死在洗礼之外 听起来不太对劲 当然没那么说 我说即使今晚死去 但受洗之后 你的罪已被羔羊的血涂抹 人们会热泪盈眶 他们说 我愿意让救我被埋葬死去 我要重生 我要被洁净 这正是洗礼所预表的 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 反复强调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明的名给他们施洗 常有人问 还有个问题 刀哥牧师 许多教会在洗礼时 呼求的称谓都不一样 我们究竟该奉谁的名受洗 有谁以前听说过这种争论吗 圣经问答里 好多人问 是否该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 有人说不用 只是称谓 又有人说 要奉耶稣的名施洗 经上怎么说 耶稣说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奉耶稣基督的名 八章十六节奉主耶稣的名 十章四十八节奉主的名 这些说明什么 各自略有不同 重点不在称谓本身 经上还说过 耶稣以上有个牌子 写着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王 希腊 希伯来和拉丁文 每种语言的圣经都略有差别 但讲的是一个人 毋庸置疑 这有点像丢了西瓜剪芝麻 人们往往因小失大 主持婚礼时 我有时主持婚礼 不过经验不多 新娘们往往对把单身汉这个名字写到结婚证上心有余悸 所以很少有人邀请我 正好 婚礼让我紧张 主持婚礼时 新娘新郎要一起宣誓 我问名字有好多种叫法 你们用哪个 有时是非常庄严正式的婚礼 我会说你 然后说出新郎名字的全称 愿意娶 再说出新娘名字的全称 甚至她的世代家谱 非常庄重严肃 也有人会说你看都是些好朋友 婚礼简单点随意些吧 大家都很熟 我就说约翰 你愿意娶娶吗 事实上不管在哪个国家 无论我用哪种称谓 这样的婚礼都有效 所以施洗时说奉圣父 圣子圣灵的名 没问题 我说的更完整 每次我都会说奉圣父的名 奉圣子耶稣基督的名 奉圣灵的名 上帝有时很幽默的 我认识一位牧师 是位讲英语的美国牧师 一天他给一位想用自己母语 受洗的喜马牙教友施洗 于是牧师按他的希望 用西班牙语说奉圣父 圣子圣灵的名 应该这么说 这里很多人会讲西班牙语吧 可牧师说的时候太紧张了 把圣父读错了 读成发言相似的土豆 或主教 土豆的主教 所以牧师奉土豆或主教 圣子和圣灵的名施洗 正在受洗的身世 忍不住偷偷乐 然后仪式完成了 大家觉得主会不会接受这次洗礼 他当然接受 上帝不会感到荣耀之门去阻止 你不能进来 你是受土豆的名 受得洗 不会 有些人总关注戏枝末节 但上帝查看人心 他不是吹毛求刺的暴君 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时候需要再洗礼 一些受过洗的人 首先刚才谈到了 很多朋友可能在婴儿时就受了点水礼 但还需要像基督那样受洗礼 应该重新接受洗礼 有一个例子 使徒行传十九章 可以读一下二至五节 保罗正在向以弗所的信徒们传道 他问众人是否受了圣灵 他们回答说 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问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主耶稣 注意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这些人先受了施洗约翰的洗 而且显然基督传道之前 约翰为人施的也是禁礼 随后他们离开约翰回到以弗所 没机会听基督传道牺牲及种种事迹 很多事他们都不知道 只是按所学的受了约翰的洗 再受洗的原因之一是 没按圣经的方式受洗 点水泼水或玫瑰花瓣都不行 需要重新受洗 另一个原因就是 受洗时不明白福音的主要理念 那时候 只是向小牛洗澡 有人说该受洗了 可他不懂什么是现身 不是自己选择受洗 这样也该再受洗 因为对真理的理解完全不同了 要再受洗的第三个原因 也像婚姻 有人像离婚一样离弃了主 公开转离了上帝 回去与世俗为伍 但又回来了 偶尔拉了一两个星期没去教会 当然不算 是指曾公开转离主的人 应该认真考虑重新受洗的问题 先和所在地区的牧师沟通 看看你的情况是否要再受洗 刀哥牧师受洗的故事 想听吗 第一次 已经听过了吗 第一次受洗 我还住在山洞 是主内的婴儿 刚读了圣经 接受了耶稣 一天我坐在山洞的小院里 坐着常坐的琐事 两个徒步旅行者进了我的小院 真是稀客 很少有人来这里 他们俩走进院子 停下来 显然想跟我聊一会儿 一个人问我 你是基督徒吗 那时我已在山洞里 接受了耶稣 虽然只是个婴儿基督徒 我说是啊 我是 他们看到我的圣经 放在那个五加轮容量的桶上 又问我 你受洗了吗 这是他们第二个问题 我读经时想到过这个问题 我说没还没有 不知为什么 我知道自己应该受洗 但还没有真正考虑 他们说你得受洗 两个人围着我 机关枪式的给我讲解经文 他们说 你需要受洗 我的洞外就有个美丽的瀑布 和不错的深水潭 可以跳水 水源来自 圣哈新托山的山顶融化的积雪 那时还是春天水很凉 他们说你得马上受洗 我说好吧 我只是不想再争辩 他们真的很熟悉圣经 于是我跳进水潭 埋入水中受洗再出来 的确有重生的感觉 因为水冰凉刺骨 一出来就像重生 然后他们继续徒步旅行 我坐在那里回味 哇 太好了 我受洗了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于是我进城找到一个朋友 说早喝几杯啤酒 庆祝一下 我受洗了 这是真事 那天在太阳落山之前 我身在监狱 向我的难友们讲耶稣 我要强调的是 当时我在主内还是婴孩 其实那天并没犯什么大罪 你可能会问 那怎么就进了监狱呢 当时我属于流浪者之列 警察清理棕驴权的闲杂人口 我住在西谷 是在边缘地带 警察就把我和朋友逮捕了 尽管如此 我想赞美主 我要在监狱里做见证 其实我糊里糊涂 学了好几年圣经后 我才明白真正的基督徒现身 牧师做我的工作 我意识到自己该再受洗 当时的我已经戒了烟 再受洗后 三十年来再没吸过 上帝的恩典 会把你从这些枷锁中解放出来 第十一题 人受洗是否就是接受了圣灵 当然应该是这样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彼得对众人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他是说 可能可以能够受洗吗 还是说要受洗 许多人受了洗 却不知要领受圣灵的恩赐 当然对婴儿讲了也没用 人若不借着圣灵 没法度基督式的人生 耶稣也如此 耶稣需要受洗 领受圣灵的帮助 有人在想 道格牧师 基督在受洗的同时 受了圣灵的恩高 对我们也一样吗 不 有时候顺序不一样 我们读过经上门徒们的故事 彼得 雅各 约翰 都是在受洗之后 五旬节时 才受了圣灵的洗 使徒行传十章 戈尼流和他的家人 他们是在受洗之前 先受了圣灵 我们两者都需要 既要从水 也要从圣灵重生 不一定非得同步进行 您可能正在受圣灵的洗 上帝应许当你立志 献身给主并受洗时 当你迈出基督徒人生的第一步时 上帝会赐给你基督的灵 第十二题 上帝如何看待悔改之人的洗礼 马可福音一章九节经上说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现在我要和大家一起看看 耶稣的洗礼 提一下 大家可以打开圣经 读读马太福音三章 我们来个关于洗礼问题的 快速言经 为什么基督要受洗 是为了洗去 他自己的罪 还是为我们做榜样 为什么 在马可福音 抱歉 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当下 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 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停 人受洗礼时 天国之门就为你而开 受洗的时候 你就被录入了上帝之子的名册 不是所有人都是上帝之子 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 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你们的父魔鬼 常听传道人含糊的讲 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子女 圣经不是这个意思 人都是上帝所造 但有人自愿成为撒旦之子 为撒旦而活 将自我交托给主 就是上帝的孩子 你已到了天国的入口 借着祷告 从天而来的帮助 已摆在你面前 诸天开了 接着在耶稣身上 发生了什么 经上说 他就看见上帝的灵 这圣灵的应许是否也属于你 仿佛鸽子降下 鸽子预表什么 平安 平安来到了你心里 其实世上最珍贵的平安 就是行在上帝之意之下的平安 只要待在上帝预备的地方 像彼得在死囚牢安然入睡 像耶稣在风暴中酣睡 你会得到无法想象的平安 圣灵赐给你世人羡慕的平安 众人会感觉到你的不同 平安就会像鸽子降下 落到他身上 鸽子突然降落 有来自天上的声音 那一刻耶稣听到了天上的声音 受洗之后 你会不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呢 将生命献给主 然后说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您让我做什么 他会指引你 一旦将自己献给主 他就会带你走一条全新的路 洗礼就像婚礼 很多人与主谈恋爱 却并没有步入婚姻 请大家想想怎样做才正确 如果你爱上某个人和他约会 有些权利要在结婚之后才会拥有 说阿门 特别待遇 特别权利 特别的接近 特别的亲密 都是婚后的特权 敬礼之后 就是与主进入婚姻的承诺 你会体会到 从未有过的特别的亲密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和我也能听到 借着信 上帝应许 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走进了上帝之子的大家庭 他会说 我很高兴 不仅是高兴 是非常的高兴 有谁不想得到自己父母的赞扬呢 有谁不想得到天父上帝的认可呢 耶稣受洗后 他去做什么 他没有逗留在河畔 回想 我受洗了 而是洗礼之后就开始传道 上帝以为你预备了工作 圣灵一进驻你的生命 就会赐下福物之灵的恩赐 那正是耶稣受洗的经历 但以色列儿女 过了红海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们小小的庆祝了一番 但随后就被亚马利人攻击 有没有考验 有没有诱惑 有没有试探呢 看 当你加入得胜的队伍 魔鬼就害怕了 你逃离魔鬼最坚固的桎梏 他恼羞成怒 发动更多的试探 耶稣受洗之后 魔鬼也跟着他 这是事实 牧师恐怕不能说 只要受了洗 一切就会好的 也许会顺利一阵子 会有个与主的蜜月期 然后就真正步入婚姻了 我没说肯定都得那样 抱歉亲爱的 我不是说咱们俩 大家都明白吧 所以受洗后 与主会有个庆祝期 但基督的一生 可是充满试探的 到处是陷阱 耶稣如何处理 在旷野遇到的每一个试探 他说经商记着说 经商记着 经商记着 路加福音七章三十节 但法利塞人和律法师 不受约翰的洗 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 他们不愿受洗 经商说 就是废弃了上帝的旨意 第十三题 人若没有成为上帝教会的一员 是否可以经历真正的洗礼 经商怎么说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 就欢喜的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受洗进入基督 经商说 你受洗进入基督 教会是什么 基督的身体 经过洗礼 就成为家庭新成员 重生的婴儿 若不在家里 羊若不在眷里 就会遇到危险 比如遇见狼 我想受洗 但不想进家门 这想法有点危险吧 是不是 所以我必须非常郑重的告诉大家 一定要按照耶稣所行的为标准 那样去受洗 耶稣传道 他说天国尽了 你们应当悔改 约翰说 改而受洗 彼得说 悔改而受洗 以利亚在为主预备百姓 他在为主修植道路 施洗约翰为基督第一次来预备百姓 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以利亚归来的信息 并为耶稣再临做好预备 在座可能有人 还没下决心接受洗礼 您听课的地方 不仅仅是这个贝林泉小镇的先锋 纪念堂 大家都收到一张卡片 您可以有机会做出选择 一起来看看这张卡片 先看大屏幕 请心中莫倒 把您的名字写在卡上 在家观看网络直播的观众 请您向天父上帝祷告 您可以登陆网站 那里有更多的信息 希望大家根据今晚的学习 勇敢的做出决定 我们来看看卡片第一项 我相信禁礼 是上帝为基督的追随者 制定的计划 如果大家相信真是这样 请打个钩 第二个问题 我愿选择把生命 完全降服给耶稣 并接受他为我的主 我个人的救助 希望大家都选事 更希望在您抉择时 与我一同祷告 我愿和大家一起祷告 第三题 我愿为耶稣的归来 做好预备 以他为我们 预备的禁礼为榜样 可能您 已经将心献给了耶稣 并且愿意受洗 没人会堵着门口 拽你胳膊 非让你受洗 除非你自己愿意 这是你的婚礼 你自己定婚期 阿门 预备好了 就可以立刻做出决定 第四题 我曾经离开了耶稣 但我希望能借着再受洗 重新将生命献给主 或者有人没有按圣经的方式 受洗 需要再洗礼 有人可能意识到了 需要重新将生命献上 并与真理同行 他们曾经茫然 后退离开主 需要重新与主结合 阿门 请您填好这张卡 可能还有其他疑惑 您希望有人帮您解答 获得到更多的相关资料 请选最后一项 希望有人来拜访 朋友们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今天刚收到一封信 一个伊拉克的年轻人 在连续几天停了我们的讲座之后 受感动 接受了耶稣 但今天早上 收到的电子邮件 说他去世了 应该是昨天晚上 他只有 二十六岁 感谢主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圣灵是否也正在告诉你 你需要自己做出决定 有不接受耶稣的理由吗 请约翰唱首歌 然后我做个简短的带导 观众们也请一起祷告 希望大家把卡片交上来 交到先锋纪念堂 可以交给各位饮作员 我们会为您手中的卡片 和您的决定而祷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们 祈求圣灵已经打开了您的心门 有谁需要做决定 接受洗礼 开始新的生命 被圣灵充满去跟随基督 并为他的再临 帮助他人做预备 这也是约翰和以利亚的事工 请拿起卡片填上交给我们 我们会为您做出正确的决定而祷告 现在就一起来求主吧 一定有人正激烈征战 请与我一起低头闭目 这真是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亲爱的永恒的父母 满心感谢您为我们预备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 这美好的洗礼 预表着得洁净 得新生 预表救我死去 和新生命复活 求您洗净救我的一切误会 让我能在基督里成为新人 这是何等荣幸 主啊 借您的恩典 请帮助我们 跟从耶稣进入约旦河 一起得重生 请帮助正为做抉择而征战的生命 我祈求您的圣灵 在他们正在抉择的此刻 在大家的生命中得胜 请与每个人同在 并继续祝福这次讲座 帮我们为耶稣再临做好预备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上帝祝福大家 主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